造成了渔船翔立生号 船长黄文中死亡 三名船员受伤 高雄地检署漏夜征讯之后 在今天凌晨认定了 飞弹中士高家俊 以及涉控士官长陈明修 涉及刑法的业务过失致死 各以30万元交保 而舰长林伯泽及兵器长许伯伟 则是请回 一身轻便服装戴着口罩 包括金江舰舰舰长在内四个人 凌晨被检警带回高雄地检署征讯 检方漏夜征讯后 在二日凌晨三点多 舰长林伯泽与兵器长许伯伟 讯后请回 面对媒体的追问 两种表情淡定 快步离开 随后物极飞弹的中士高家俊 与市官长陈明修 各以30万交保 但面对镜头高家俊 毫无回忆 满脸笑意引发重怒 检方初步讯问后 发现高家俊在7月1号 少午10点进行假种演练前 想要先模拟一次 因此与射控市市官长陈明修 进入战情室操作 飞弹飞射程式 后来市官长离开 高家俊随意输入坐标 在装备测试完成后 进入发射程序 又无处控面板 飞弹射出 因此贯穿正在 澎湖海域作业的祥立生渔船 造成黄姓船长不幸身亡 其他三名船员轻伤 不过熊山飞弹有既定的射击管制 过程中都需要上级干部在场监督 检方调查后发现 比对飞弹射击的时间点 战情室确实只有高家俊一人在场 并无其他相关干部督导 中式高家俊如何开启 飞弹的安全开关 又如何接上武器火线街头 显然都有干部督导 无众的问题 一张发射